我叫李佩龙 今年33岁 四川成都人 阿波大学今天就要多来个战火 我们要在废墟上念他 我的工作任务就是守护 就要照顾他的施工安全 喀布尔大学建于1932年 是阿富汗历史最悠久的大学 自从阿富汗立战的战火烧到了这里 校园成了战场 整个国家已经融过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喀布尔大学就是相当于中国的清华北大 是阿富汗最好的大学 但是经过几十年的战争 现在已经是满不昌云 已经有点名不符实了 2012年李佩龙所在的中国十九野集团 就来到了阿富汗 实施中国远建的喀布尔大学项目 在七年时间里 他们建成的中文系教学楼和招待所 已经陆续交付使用 目前综合教学楼主体工程也已经完工 即将展开大规模装修工作 项目部决定新招140名当地工人 补充人手 我们把他们的这个身份证 家庭信息收集好以后 送到检察局 他们对我们的这些工人进行背景调查 如果是背景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同意录用他们 雇佣的当地人员越多 也意味着风险就越大 新招140名员工 这让校方和警察部门都高度紧张 就在设施组到达喀布尔的第六天 一辆满载炸药的大火车 在通过道路关卡时突然引爆 造成了一百多人伤亡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 刚刚向中子企业发出了恐袭预期 意见上说有ISIS 针对我们项目有袭击 对我们公司的名称 公司的地址 现在有多少人 那就非常清楚 李佩龙在协调会上 故作轻松 但他很清楚 利用招工等机会 渗透打入外资企业 理应外合 这正是恐怖分子 怪用的袭击手段 为了应对 接下来复杂的招聘工作 李佩龙决定 招聘期间 整个项目部的防恐和安全检查 都必须全面升级 他带领同事们加固围墙 配备狼狗 对出入人员 进行更加严格的安检 李佩龙还要求当地警方 对员工宿舍 进行安全检查 没想到 这一查真查出了问题 有四名阿富汗工人不见了 心里面着急 他们是为啥不见呢 在这边遇到什么事 他们真实恐怖分子怎么办